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发展是好是坏呢 不过我们大家都晓得 今年杂志在过去一年之间 我们不惜众之派遣大量人力 在全世界搜索了十个的国家 那十个国家是跟台湾的国力相当的国家 那十一月份的一个瑞典 是我们这个系列故事的一个终结 为什么选择瑞典呢 记得我们的李运大同篇有一句话 叫做又有所养 老有所踪 观寡孤独废棘者就有所养的一个 世界大同的一个境界 那环顾在我们七十亿的人口之间 究竟有哪些的人民 有哪些的国家 有机会享受到这样子的 类似世界大同一个境界 瑞典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我们这期探讨的重点 所以我们有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来宾 我们现场首先是来自国立台北大学的 司工系的王品王教授 王教授你好 王总编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王品 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助理教授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博士 专场领域 跨文化老年研究 长期照顾 性别与不利政策 那还有是我们这一篇的专述瑞典 瑞典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居瑞云 经典杂志传述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 英美文学硕士 入围2009年曾徐柏先生公共服务报导奖 曾赴欧洲土耳其夜门采访 瑞典是一个位于斯坎地 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 西陵挪威 东北与芬然接壤 东边维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 西南陵斯加基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 南部与丹麦以欧雷松的海峡相隔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瑞典因保持中立 未受战争破坏 得以持续发展震惊建设 对各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立法 普及全体公民 实施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使人人享有平权的社会福利 成为各国派员取经学习的福利国典范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 瑞典在世人眼中是推广社会福利和 环保政策的指标 其实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瑞典就开始推动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 使当时的人民可以脱离贫穷 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而如今瑞典对于小孩跟老人的照护都十分周全 而在环保政策上面 瑞典也大刀阔斧地磨划二三十年后的环保政策 然后每个城市都在交通上和能源上推动新的政策 希望在未来能够迈向一个无有国度 大家都很奇怪 拿到这一集的经典杂志 看到封面一群奶爸们 奶爸可能是单一奶爸不是新闻 一群奶爸们对台湾的读者来讲 会产生很多的好奇 那我们就从奶爸们这样的角度来切入 拍摄这张照片的背景 跟环境是什么样的意义 青衣色在一个 他们所谓的一个开放幼稚园里 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的 给一岁以下的小孩子去的 然后这些都是 我们看到照片上就是很多都是男生 在带这个小孩子去这边 就是跟人家有交流 那其实这个背后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带孩子在锐顶 它并不是一个女生的职责 那反而是男生 他有慢慢慢慢在增加 他们对跟孩子的互动 还有在对家庭照顾的一个参与 那其实这要追溯过去 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个福利上 就是对幼儿有非常好的照顾 然后他们有提供这样的很完整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轻植架 就是说小孩出生之后 父母双方都可以总共有大概480天的一个轻植架 那这个假期 这个天数就有父母双方 他们自己去讨论 说你要放多少天 那其实过去 他们男生参与度其实也没那么高 就是他们其实像我们想象一样 就是刚开始还是女生 请这个轻植架的多 那男生当然还是以工作为主 但是他们后来这个 他们为了要提高这个女生的就业率 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全民 当他全民就业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样子可以增加他们的税收 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规定 男生他必须要至少要放两个月的轻植架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我在当地有采访他们很多爸爸们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那种遵守 我只放60天 他们其实是很主动地说 我想要跟我的孩子们有多一些相处的时间 所以他们其实主动请到半年 甚至半年以上的人都很多 我们请一下王教授来谈谈 这个轻植架在这个北欧这个瑞典呢 为什么会发 会起源的原因 瑞典能够发展出来这样子的 这个社会福利的体系 当然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大概100年前 整个欧洲国家都开始在探讨 怎么样追求一个可以追求平等 但是不会流血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 激烈的变动的这个社会秩序 那所以瑞典的不同的政党 农民劳工不同的这个团队之间 就去思考合众联合 当然也经过政治的折冲 最后以这个国家最需要人力 来发展这个最需要就业的人力 为这个主轴目标 所以这个福利都紧扣在这个 这个关键的考量上 所以就希望女性也可以走出家庭来就业 那所有的福利政策就开始围绕这个需求 来支持这个家庭 生儿育女照顾老弱的需求 就国家来承担这部分 所以它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在support这样的理念 第一个家庭为核心 那家庭为核心的时候 就另外代表上是 他们高的税收才要 要很多很高的税收 才有办法support这样子的一个 放假的一个体制 还有国家来付钱的一个体制 是 然后还要另外一个角度是 是雇主愿意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思维 首先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这些照顾的需要是 大家都共同有的需求 那所以有很高的共识 就是说这些必须 而且家庭也渐渐 因为年轻的人力出去工作以后 的确没有办法负担这些部分 那一定就要有人来做照顾的事情 照顾小孩或照顾老人 对 那因为 对 那瑞典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就是 政治的清廉度 政府的这个被信赖的程度 所以大家愿意 可以缴出税收来 交给政府来 共同做这些事情 是 瑞典刚刚有问到 在采访上有问到说 如果是一个雇主 一下子 他左右手 在轮流在修亲子架的时候 他的心态要怎么办 当地的这个雇主 当然他可能自己关起来的门 可能要很 会很挣扎 但是他觉得这个是 等于说他们一个共识 其实刚刚王教授有提到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放这样子的架 那任何人都有可能 来享受这样子的福利 那所以他们就接受说 如果有人出缺 那他可能就马上 要找一些替代者 来做他的工作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 好的循环 就是说你要 这个人他其实是 他的专长是你所需要的 那你当然就是会 让他在工作上 好好发挥之外 你也可以让他 好好的有余力 去照顾他的家庭 那没有这个 后顾之忧的时候 他其实回到他工作上来 他其实表现的 其实会是更好的 我想王教授 但是我们刚才稍微 先谈过一下 就是说在新的挑战 就包括大家在讲 如果是社福的预算 无限的膨胀的时候 会压垮所有的国家 任何的基础建设跟教育 包括这样的环境 所以他们现在 因应的方法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瑞典的对政府的信赖 所以愿意缴这个税收之外 这个税收的这么高的额度 的那个意愿呢 大家愿意缴这个 还来自于就是说 大家都用得到这个福利 不管你是年轻的 你是在中间 你是失业 你是人生的任何处境状态 你都用得到 那这个普及率 就让大家愿意 花钱支付 购买这个 共同来购买这个服务 一直成长到1990年代 已经到了17% 对 后来就一直控管在这个部分 就不能再让它更增加了 但是要怎么样 再满足更多的人口 以及更细致的照顾的需求呢 所以瑞典就开始在 70年代左右开始 就去思考 就是老年福利的部分 也要多元化的发展 就是不是让少少的人 用很大量的服务 但是是让很大量的人 多多少少都用到一些 而且是把非常不同的需求 区隔开来 发展多样化的服务 所以就能够兼顾到 大家都用得到 然后服务的多样化 也会让成本减低 是 瑞允你也去参观一下 有跟着他们来看看 他们如何做一下 他们的一个老人福 跟老人照顾 你要不要简单的 跟观众朋友做个说明 每个地区都有这样子 一组人员 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 照护人员 居家服务人员 那他们大概每天就是 早上开会 然后讨论今天的行程 然后每一个人 大概一天都负责照顾 为左右的老人 他就一家一家 可能到某个特厅的社区 然后到不同的家里 去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只要老人需要的服务 从可能起床啊 更衣啊 服药啊 吃饭等等 他大概从这一家完 然后又到另外一家 就是一整天 大概都在做这样的服务 那其实你就会看到 因为瑞典人 他们不像我们台湾人 是比较是一个家庭概念 是很 就大家都还是 去住在一起为主 就是由年轻的人 去照顾老年人 那他们是比较是一个独立的 就是老年人 他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他们不会想要 跟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 所以也就促使他们 其实这个居家照顾 这个福利 能够更为 扩大到每一个人身上 因为他们必须要靠这样子的这些人 来去做这样的服务 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孩子 那他们这样的说 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他们让老人跟他们的孩子 其实这样子 亲子关系也会更加好 因为有时候 就是老人照顾久了 也许就成为一个 年轻人的负担 对那他其实就是 把这样的工作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是 我想那个王教授 你也特别到瑞典去参访 去看看他们这个系统怎么运作 你不可以做一个补充 环境的设计 就跟这个老人有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不同的需要有关 那包括 刚刚瑞宇也提到就是说 这个有居家照顾的服务 那瑞典的这个老人福利 有非常多样化的服务 那也是在过去这30年左右 才开始发展出来 包括瑞典提到的 来到家里的这样子的居家服务 那现在开始变成是 晚上也有 夜间也有 周末也有 甚至可以像瑞典提到的 就是说早上一天来五次 从早上扶你起床 然后坐在桌上 开始吃早餐 你就慢慢吃 然后服务员就去别家服务 然后过一个公司 之后再来 你也不用紧张 也不用 没有催促 但是呢 你所需要的频率 譬如说换药部的这个时间 那这通通都可以兼顾 那这样子就不用 綁一个人力在你家 但是这整个社区 都可以照顾到 对 那所以他这个相应的配合 就是可能在 你还可以住在自己家的时候 政府会提供 空间改装的服务 就可以让你家庭 完全无障碍的部分 做改装 那这个也是 没有排富的限制 不管贫富 都可以申请这样子的改装 如果开始进入 可能需要住在一个 不同的机构 照顾更密集了 那他们有55岁 65岁以上的老人住宅 那就可以住在这个集合住宅中 就整体的规划 就更加考量老人的需求 还有社交的活动 对 那更进一步可能有 失智老人的日间照顾 失智的团体家屋 然后有出院之后的 附件需要的短期住宅 那有附件室 有附件的空间 甚至有一般老人健康 健康老人去的这个藏青中心 就像我们的关怀站 我们台湾也有这样 就是说可以在那边聊天打牌 唱卡拉OK这些活动 那台湾这样的 现在的环境上面 参考国外在这件事情 在老人服务力的社会上 我们究竟只做到哪里 台湾其实在过去这10年 我们在发展老人身心障碍者 所有需要照顾的这个 非医疗以外的 长期照顾的部分 台湾已经开始 在慢慢建制系统了 所以我们去瑞典看到的 他们整个这个 照顾上的服务的形态 类型 台湾都有这些 开始出现这些服务形态存在 但是我们的差别是 我们的密度 没有达到能够普及 所以政府所提供的服务 大概都没有超过 一半的以上人知道 对 然后我们大部分 我们想要发展的给服务 而不是给现金 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我们也 社会大众的共识也还不足 这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社会 大家在观念上改变的一个 进化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把台湾带向一个 福利大国的一个角度上的 一个思索 跟它的作为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在文章里面 谈到一个 台湾移民在瑞典的一个例子 就我们谈到说 如果他们对新移民者 在整个政府给予的一个 照顾上面 这是另外一个 那可以让我们来 值得来 来探讨的一个案子 可不可以 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个说明 那时候我们在采访一个 身心障碍者 他是叫做阿娟 那他其实是 他得了就是 脑性重伤的一个患者 那当时60年代 其实是 这个月典 他经济非常蓬勃 开始起飞的时候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时候 他们 台湾就是 那时候本来已经有移民过去 所以他们也就是 顺着家人的建议就是说 好那我们去瑞典试试看 因为那边可能医疗设备 服务都比较好 那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瑞典政府 就有非常完善的照顾给他们 就是说 一到就 请这个阿娟 他就到医院去做检查 然后检查之后呢 可能就说 你要做什么样的复健 也许没有药科医 但是呢 未来不知道 因为30年40年以后 也许医疗科技也要改善 那 除此之外 他还有提供 这个家人去上瑞典文的这些课程 就是说他们政府 其实是 还付你钱去上这个课程 就他们其实是有一套的一些配套措施 让整个家庭 你都可以市居在这个瑞典 就整 你虽然是外来移民 可是你都可以很 很快的融入在这个当地的环境 然后对 甚至对这个阿娟 这30年以后啊 他其实陆续 持续的都有在照顾他 比如说提供他 私人住宅啊 然后一些 就是他的一些 需要的一些设备 甚至还有居家照顾 那他这个居家照顾很有趣 就是说 他是雇他们家自己的人 去照顾他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他就算不用 照顾 他如果就算不用 不顾他们家自己的人 他也要去花这个钱 去请外面的人来 那当然家人觉得说 自己照顾是好的 也就是说他们家人 其实这个 他们有一份工作 那就是叫做他们自己的家 他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完善的 一个福利措施 就是让外国人 都可以一视同仁 是 我有时候 每次在读他们 像福利国家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那个政府的心态是 帮人民服务 不是一个权威者 来决定我要给你 什么服务的角度 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 这些官员的心态 要转到什么时候 而且我们大家的一个 心态转到什么时候 因为刚刚谈到 这个阿娟子这个故事的时候 会让人家很深情地讲说 对 很多人讲说 我为什么用我的纳税钱 来帮助他 用心来的移民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很狭隘的一个心态之一 第二 第二是 这他家的是官员和何妨 但实际上我们站在一个 大群体来讲 如果这个家庭 因为这样子环境上 他还没照顾好 他会衍生出来 衍生他出来 形成的一个 危害公共的习惯上 可能会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方式上 与其不如 用最小的代价上 给予他最大的一个 贴近的一个服务 这个我一直觉得说 实际上这些福利国家 是很会精算 实际上最会精算 它不是最 感觉是最大方 而是跟它 它换一个角度上 站在大社会来讲 那是最会精算的 因为我们做这样的投资 创造一个 非常相和的社会 身心障碍者 可能在台湾非常难想像 整个福利可以支撑到 让他自己独立生活 对 那这当然也是 我们台湾身心障碍者 目前在追求 那个希望我们 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 我们的福利是以支撑 一个人有尊严的 独立的生活 而不是只是救济式的 只是补偿式的 实际上你可以把这种 家人跟家人之间 都留成最好的那一面 实际上比较琐碎的 比较可以有可能性 要么政府可以雇你的家人 来照顾这个 需要被照顾的人 要么就是寻求政府的 工资源的一个服务 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 在我们过去之间 很难去想像 可是竟然瑞典可以做得成 这个部分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瑞典它 因为它也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所以在处理移民的议题上的时候 也很敏感 也要很谨慎小心 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尊重多元化 是不是会变成 创造另外一种四等的福利 还是说大家普及 对 我想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把大家的钱去照顾到 新来的人的时候 那样子的 民众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是 所以像以刚才的这个例子 就是需要照顾 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其实瑞典是用一整个架构来支撑 也就是说原则上都是以政府的 派出来的专业的受过训练的 照顾服务员 来做照顾这件工作 但是如果你的子女 刚好他也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他就是照顾服务员 那他可不可以就顺带照顾他的父母呢 这个其实要 那个是由政府来审核 他们有一个评估员 会去以这个被照顾的长辈 或者身心障害者的最佳利益来做考量 是 所以不见得家人 就一定能够争取到 这个地位或这份薪水 那然后做了这个 然后如果没有 不是领这份薪水做这份工作的话 那家人的参与是哪一个部分呢 他本身已经有照顾的专业了 那我们看过的例子 我们也有访过过这样子的人 就是他妈妈本身 开始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就跟政府申请说 可不可以由我来照顾我的妈妈 因为我就是照顾服务员 那政府就说你可以照顾你妈妈 但是你不是领这个薪水 你是去请一个叫做亲职假 就家庭照顾家人的假 那这个照顾家人的假 可以是照顾小孩 也可以是照顾老人 是 对 然后他可以一年有六十天 他可以领到八成薪 所以他是 他的工作也继续延续 尤其是这是一位女性 所以他的职业不会中断 他的 他将来的年金、退休金 他的劳保 所有的福利是延续的 然后他也一直在这个职场上 他的照顾专业也没有中断 但是 这个制度让他可以兼顾 照顾家人的责任 跟情感 是 我想这个大概是 听起来献煞所有人 但是我想我们也希望 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 一个迈进 但是实际上瑞宇里面 还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像我们的照片一样 我就觉得有时候很不可思议 这么小小的一个加油站上面 加油亭或是家电站 搞不清楚 上面还要做了一个绿化的屋顶 解释一下 这个瑞典跟环保这样的东西 摩巴美是一个代名词 同意词 举国的 都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氛围是如何 是 他其实这张照片 他上面这个是叫做 绿屋顶的一部分 他其实位在 就是瑞典的他们第三大臣 马尔摩 马尔摩有一个旧市区 老市区叫做阿古斯坦堡 那这个老市区 他其实过去发生很多的问题 譬如说他的这个 因为经济的一个衰退 所以他整个失业率增高 然后人口外移 甚至因为马尔摩 我们看他的地理位置 他其实是位在瑞典跟丹麦的一个交接 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战略位置上很重要 然后也因此呢 他会吸引到很多外来移民 从欧洲大陆过去的 所以那个时候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 那所以他们现在很多 不只是这个阿古斯坦堡 瑞典很多这个老城市 他们都在进行一个叫做都市更新的一个计划 那像阿古斯坦堡 举这个例子 他其实他 他本来他的地下水道其实是很狭窄的 所以每次下暴雨的时候 就会造成很多这个淹水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那所以他们就 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那像这个绿屋顶就是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说他们在屋顶铺这种绿槽 那这个绿槽他可以吸收到50%到70%的一个雨量 那所以当他下暴雨的时候 他可以舒缓地下水道的一个压力 所以减少他这个地下 淹水的机会 跟这个污染的机会 那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也是在从事一个减碳 那瑞典他很这个雄心壮志 说2030年前要成为一个无油国度 那无油国度怎么做 他们其实从交通上面就做很大的改变 那像这个站他不是在加油 他在加那个升值沼气 对所以他现在开始慢慢推出 就是说像市政府的车子 公用车子 他都用升值沼气的车子 然后计程车 他也用升值沼气的车子 可能对他有些优惠 比如说他可能可以先载客等等 那我觉得他政府其实他慢慢在推 从政府开始推到市民 因为其实市民 当然对这个概念是很陌生的 因为一来他当然 车子可能价钱 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但他可能在燃料的价格 还要把它降低一点点 是 对他其实提供一些诱因 让大家慢慢慢慢去熟悉 那我觉得他也是瑞典他在这方面 做得很彻底的一个部分 我要谢谢王老师 谢谢瑞允 我实际上十个国家的一个探访 小国大业 我想对如果观众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带有一点新的一个思维 但我希望你可以读读杂志 因为在文字上的一个思维上 是可以让你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个联想 那无非怎么样 无非是希望从我们现在的一个制造大国 排碳大国等等 这个不是那么恰那么好的一个封号商 能逐渐朝向一个福利大国 跟环保大国 我们谢谢我们的王教授 也谢谢我们的瑞允 欢迎下到同一时间去收看 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11月号封面故事 环境新五行 台湾的能源革命 正当全球迈向绿色经济之际 仰赖进口能源的台湾 却因为绿能概念始终模糊不清 台湾能源危机需要全面性的觉醒